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同学们 我们这一节呢 也要组合一些花卉 那么这个是桂花 木本的花卉 组合一个兔子 下面是草 这幅画你看看是简单 但是画起来也是很有味道的 你看它这个梗子是木瓜 这个椅子是构线的 那么这个桂花又是点多的 那么兔子也是水面构线 草是点多的 它都是这么交替的 挺有道理的 那么我们先画了桂花 从上面画出来 扭一点的 它这个桂花 它的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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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下来 那么这里分叶 好 水面没有了 那么再摘一下 这里摘 再来啊 好 水面没有了 我们这里摘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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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的叶子,不是很坑的 这里吸,这里要灭了 好,那么因为这个规划是点多的 那么我们等于会夹,现在我们要勾线的 把它先勾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勾兔子了 兔子我们先把他的眼睛勾出来 好,眼睛勾好以后,接下来我们 他这个头在这里 鼻子 鼻子 他的下巴 他的耳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在他的眼睛旁边再昏一下 他的头毛呢 我们他的臂画出来 头毛用带来的 因为是摆透了 我们毛应该是带一点 摆透的 胸部啊 他的背 我们呢 用带的干边 下面的毛插一下 淡淡的 插一下 这个尾巴 或者是带尾巴 那么他的后体啊 这是前脚 挺确的 你要很有力的 一定要利头纸臂 很有力的 那么 好了以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再颜色了 这个 兔子的 它的红树呢 我们要 把它 一下子夹出来啊 它 它的眼睛 红的 要留一点白 这个 憋字呢 稍微要一滴红 这里面要稍微一滴红 肚里面要一滴红 这个 脚上 稍微要一滴红 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 炸那个 桂花的叶 桂花的叶呢 也是很深层的 啊 我们呢 我们呢 花青 加一滴 藤黄 再加一滴 出来 再加一滴 好 也好了以后呢 我们加桂花了 桂花它 花 花 花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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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带六色的 带六色的 里面有一滴黄 稍微一滴黄 哎 放一点点 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叠啊 用藤黄 藤黄里面呢 你稍微放一点点珠标 好 这样的一滴金黄色的 规划的花呢 基本上是 四叠五叠这样的 一组一组 这个藤黄呢 要浓一点 哎 好 规划好了以后呢 我们加一点草瓶 啊 就这次比好了 当然 一口一方的扎实 哎 好 这一幅好了啊 我们整地看一下啊 我们再画一画 这是水蝎 筛茶 还有梅花 那么中国画的就是可以组合动来的 都是这支的 你看 有代亚的水蝎跟梅花 那么筛茶比较容易的 这挺有味道的 很清新的一种 雅枝清新的一种境界 我们去画筛茶 筛茶留得画好以后 我们再画袋的水蝎 最后加梅花 我们来勾 把筛茶画是用勾蝎来勾的 这里呢 一片叶子挡住 这里也有一片叶子 这一叶花的叶子呢 比较厚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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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画 水蝎 水蝎呢 从花蝎化 水蝎的叶子呢 你要画的 流畅一点 水蝎anda 水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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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叶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的根部 用病可以扩散一点 可以扩散一点 它的根你扩慢一点 这些根部 感谢观看 好 我们来加颜色 深的颜色 我们去加 好 我们来加颜色 再加深它的颜色 水深的颜色 再加颜色 再加颜色 它的花杆子有点黄的 榨石 再加颜色 它的根部带长 盖了以后了 绝带绝带的 再加颜色 再加颜色 水深的颜色 它的芯枝 底上金黄的 加颜色 它还要带 它还要带 就说了 那么我们这一集呢 就到这里绘制 我们下一集呢 还要加颜色 还要加颜色 一种怎么画法呢 再会 再会 再加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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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颜色